70后,台湾老男孩张文山吃迷棒垒球,在不要薪水的情况下,带出了多支青少年全国冠军球队,这在业界被传为佳话也引来诸多好奇。 近日,张文山向中西社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。 青少年时期,活泼好动的张文山刚接触到蛮场跑的棒垒球就被吸引了,坚持练习多年。 到昆山那年,张文山28岁,他闲暇时就牵头组织昆山台商棒垒球联盟,和周氏镇上的外商打比赛。 13年的下半年,学校那时邀请我来担任这个学校棒垒球教练。 我那时其实是想着,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,接触了学生之前,想的是自己的梦想。 那接触了学生之后,我学想更多的是他们的梦想。 队长通常是场上意识比较好的,那如果我场上九个人都是队长的能力。 每学期开始的时候,每个月轮值队长副队长,师徒制六年级要带四,要带二,五年级带三,带一,教学相长来让他去进步。 张文山的妻子是安徽人,期间他妻子也通过考证成了棒垒球专业教练。 八年来,这个两岸家庭义务担任昆山市周氏镇华城美地小学的棒垒球教练。 在成都前,他们训练孩子们打球,风雨无阻。 他们还义务兼任了周氏镇初中高中的棒垒球教练。 过来慢慢地,我们把重心一直往学校还有学生这边在转移。 因为我年龄比我老婆大,17岁,所以我觉得我要有健康的身体,我才能陪她更久。 教球这份工作既是兴趣,而且很健康。 这些年,夫妻二人,带过的学生已超千人。 其中,华城美地小学队在2018年、2019年,荣获全国软式棒垒球U系列锦标赛五至六年级首套组冠军。 周氏镇初中队也在2019年捧得该赛初中组冠军。 除此之外,他们还向大陆职业棒垒球队输送了多名人才。 来久了,会发现跟着学生一方面就像一家人一样。 19年我们在集训的时候是6月份,3点15了,学生怎么都还没有来操场。 走到教室,教室门是关着的,结果门一打开,他们准备了好多东西, 就是利用我中午不在那段时间布置的教室,订了一个大的蛋糕, 还把我们两个照片用巧克力做出来,比较感动就是说他们花了这些心。 带着这份执着和热爱,这个老男孩决定深耕大陆体育产业。 在他看来,大陆棒垒球运动虽然起步较晚,但近年来普及率不断提高, 国际职业联赛、清训培训等正多面开花。 希望今年可以开始去筹筑一个我们的体育产业,可以开始去把它给打造, 然后让学生以后往这边可以来。 我有把学生组为一个叫做大山家族,一个是因为我名字有山, 另外一个我们就像一个大山慢慢堆叠,堆叠成一座大山,就是这个传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